环球大战线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叶斯敏家网路读播版本时间 我们邀请到好久不见的华干哥 来加入我们的读播间 华干哥好 大家好 两岸的朋友们 现在身体健康 平安快乐 吃中饭了吧 对不对 谢谢 但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晚上8点 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跟他们说 吃晚饭了吗 吃晚饭了吗 华干哥很可爱 好 华干哥今天来 要来跟我们来聊聊 美中之间的角力关系 那我们今天 我特地在选题上面 还拉了战机的题目 因为华干哥对于飞机的议题 还有许多的战机 还有很多的模式 然后有非常多的研究 不敢 所以今天我们就会请华干哥 来一起帮我们做分析 好 我们今天会来聊的是 中国的新一代战机 殲35A 会对上的是美国的F35这样子 那等一下飞机的部分 会请华干哥来带我们聊 在聊飞机之前 我们先来聊聊 美国他最近提名的 这位新任国防部长 就是川普未来任内 可能就会是这位 是赫格赛斯 他是之前新闻主播 新闻主持 Fox News的 他在这一次还没有正式的入主 在川普入主白宫之前 他已经有一些比较阴派的发言 当然他对美国的国防部 恐怕是比较担心 所以他说了这些话 他说五角大去过去做了一个军推 他认为美国每次在跟美中竞争的时候都是败政的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的官僚体系太严重了 所以他认为说中国大陆现在因为非常的领袖具有野心 那美国太忙了 而且忽略掉了 他特别提到说中国大陆现在目前有的就是他的超高音速飞弹 还有他的一些能力 包括他现在要对上美国的航空母舰跟核武的时候 他只需要15枚这些超高音速的飞弹 就可以在20分钟之内集成美军的10艘航舰 针对这位国防部长未来的发言 这个华干哥您如何看 您同意他的说法吗 再来就是说他作为未来的这个国防部长 您认为对于美中关系来说 未来会更加的鹰派吗 还是说您怎么看未来的走向 其实我是蛮意外他选择这一位 赫格赛斯当做新的国防部长人选 因为其实川普用人有点都是体制外的 他会跳脱的你知道吗 因为刚开始他们说他是一个名嘴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赫格赛斯他有非常丰富的战斗经历 也就是说他是军人出身 他曾经待在中东以及待在古巴 你要讲到古巴的话那就非常早了对不对 所以说他可能在军事训练上面 他可能在战术方面 他是一个非常就是说有历练的人 不是像我们想象中说最早讲说是个网红主持节目 其实没有他最近才出了一本书嘛 叫什么叫做对战士的战争 就是保卫自由战士免于遭到背叛的背后 也就是说他这个书你知道就讲出很多老兵的心声 他已经变成了纽约时报那个畅销出排行榜的冠军 加上福斯新闻他本身就是一个美国收视率最顶尖最top的那个新闻网 所以说他其实有很多共和党的支持者是非常对这个赫格赛斯不陌生的人 但是但是如果说你要从技术官僚的眼光来看的话 那他远远不如奥斯丁的那个资历 也就是说即将卸任的拜登的内阁 对他是前官方部长 那你说说用到赫格赛斯这样的人的话 那赫格赛斯老师讲一句他一定是他的气味是跟川普相投的 非常相投的 而且刚才世民有讲到说他非常重要的观点是说 美国在这20年来处于混乱的边缘 而且严重酌情 然后对于包括国防在内的效率都显得怎么样 散漫力不从心了 所以说他建于这个观点 他认为说他今天当了国防部长以后 他一定要把整个国防态势跟体系给提升上来 因为你要知道说你今天将来的面对的敌人不是这么容易的敌人 这个敌人已经明确的在包围美国了 他从外面来包围美国 但是他在军事上的突破的话 大家都有目共睹 中国海军即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海军 这是一定的 你没有办法阻挡他成为世界最大海军 而且在这10年之内他就会站上那个位置去 他不管是在数量 或是在质量上面 他都会站到世界一流的程度 而且他在各种方面他都会跟美国较劲就对了 这个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可是你看不到的是什么 他举出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就是说中国已经有高超音速武器了 高超音速武器其实老实讲一句 是一个未来时代的潮流就对 可是很多人不了解什么叫高超音速武器 高超音速武器就是很简单 也就是说他是无法拦截的 超过5马赫 超过5马赫以上 其实老实讲一句他不止5马赫 因为他 再发射出去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好了 东风17型高超音速武器 也就是说最近在中国的那个阅兵大典上面 出现了那种完全流线型 看起来就像科幻 科幻飞弹一样 那个你不觉得他是个真的 就像最近我们在珠海看到那个白帝 概念战机 那个白帝战机根本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星际大战里面的千年鹰 已经所带的那种飞机嘛 那怎么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呢 我告诉你现在已经发生了 然后我们讲回来东风17型高超音速武器 那个打上去的时候是15倍音速 那他回来的时候 那他可能会稍微降速 然后他要干嘛 他要他要定标 就是说他要找到他所锁定的 比如说在茫茫太平洋当中 我看到了雷根号航空母舰 我要开始锁定 我要打他 那我要打他的时候 下来的速度大概是5倍音速了 那其实5倍音速的飞弹也是 我敢讲啦 美国有一种武器叫做SAD有沒有 SAD SAD 中端高空防御系统叫SAD 想要在他的末端进行拦截 这个说句实在话 那大部分都是想象啦 能够拦得到的话的几率 我看小于10% 所以像东风17这种飞弹 你是根本拦不住的 不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其实你有优势 那但是也会有劣势 你知道什么劣势吗 赫格赛斯他的意思是说 我只要有15颗这种飞弹 反对付的美国海军 20分钟之内我就可以打成10艘 美国航空母舰 那大家知道美国总共有几艘航空母舰 只有11艘而已 那20分钟之内10艘你就会全灭 那这样话讲的是不是很恐怖啊 好像非常危险耶 那这样中国已经有这样的能力了 其实老实讲一句 赫格赛斯他讲这些话 他只是要打醒美国军工业 为什么 就是说我告诉你 人家有20分钟之内 毁掉你一整个海军航空母舰的实力战 有没有这个实力 绝对有 但是他还是牵涉到很多其他的因素 政治啊等等 对政治地缘啊 还有目标获得啊 你说你要通通毁掉 就有办法通通毁掉吗 这里面有个小小技术问题 我先讲一下就是说 他所谓的 他着重这个高超音速武器 他的意思是说 人家的技术已经进展到这边了 你还在睡觉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但是事实上 那个所谓的航母杀手 在导向目标的时候 他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叫黑杖 什么叫黑杖你知道吗 就是你的眼睛会盲掉 黑杖 黑色的黑 障碍的障 对 黑杖的意思是弹头会高速离子化 就是离子化的意思就是说 他对于他锁定目标 那是会有困难的 所以这个时候红外线不能用了 要用什么 要用电磁波 要用电磁波来导向 那当他导向 抓到目标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 虽然五倍因素很快 对不对 可是我跟你讲 一艘航空母舰 他不是停在那边的 他会跑 会跑 当你锁定他到你要打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开走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你要用多重 多目标弹头 要有很多个飞弹来打这个船 能够保证打得到 但是你要是要多个弹头的话 那弹头会变小 杀伤力就会变小 那就算打中了 会不会让他沉默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中国一直在克服这个问题 黑格赛斯他今天只是提出来 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小心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人 他完完全全是什么 站在川普未来的那个立场 就是说 我们今天要强化美国的什么 美国的国策是什么 美国的国策就是要 再强化我们的国防武力 因为你已经落后人家太多了 而且你在各种思维 还有就是说你在各种的那种 就是战略的制定上面 你几乎都落后于中国的 整个进步的态势 因为中国一直在往前跑 但是美国却一直在原地踏步 造船也赢不了人 造舰也赢不了人 然后飞机 空军现在是唯一美国的优势 可是下一代的飞机呢 在哪里 中国已经开始跑了 第六代战机 美国的次世代战机 现在还在原地踏步 确实 就是如华干哥所说的 他帮我们看 特别赛格设施 特格赛斯 他特别帮我们看到 目前美国国防部 里面的一些些的问题 刚刚华干哥也帮我们提到 国防部里面不管是实力 或者是他的整个战略的制定 整体上都太松散 其实我们从这件事情 都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字卡上面 这位是美国国防部旗下的单位 F35闪电2的联合计划办公室 近日的一个大乌龙 说这个庆祝军人节 这个实在是太离谱了 我们来看到这个上传的图片祝贺 结果网友发现 途中这个战机 不是美国的F35闪电2 是中国的歼35 这个实在太离谱了 那我们也继续来看到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我们刚刚说了 要请华干哥来带我们看 现在中国在这个珠海航展里面发现的 F35A 现在是说只有美国的F35可以跟他做批底 那台湾的F16A就没有办法吗 华干哥怎么看他的战略 我们还剩下大概4分钟的时间而已 OK 我跟你讲 就是不能拿F16V来去跟J35来做对比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世代完全不同 为什么 F16V 号称是F16系列里面最先进的最终改型 配备APG83 就是Ether雷达 就是什么有缘向位阵列雷达 哇 看得很远 然后呢 那个能力很高超 但不管怎么样 F16V是第四代战斗机 还是是第四 在珠海最新展示在 就是说所有华人面前的 它叫第五代战机 那就差了一代了 差一代是事实 也不要去否认 为什么 因为歼35战机 它是完全逆中的 尤其你今天看到的歼35 跟它前面所出来的 至少在六年前出现的歼31 那是圆形的逆中涂料 有很大的进步 一看就知道有非常大的进步 为什么 因为我从歼20上面 就看到有相同的效果 它的涂料变成更为洗链平滑 你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 非常看得出来 它的逆中涂料 你仔细看 它逆中涂料 已经比上一代要进步很多 它颜色变浅 对不对 但是它变得更薄 它变得更薄 而且更加均匀 所以你在看这整架飞机的时候 你就觉得它怎么样 它的平衡感很够 但虽然说它比较小 它比F35 就是美军现在的F35 小一点 但是小有小的好处 有什么好处呢 也就是说它更灵活 它更容易逆中 它可能它的RCS 是什么 就是雷达截面机 就是在雷达上面 被人家的雷达 发现的可能性 被侦测到的可能性 更小 可能真的会比我们想象中的 0.01平方公尺 我讲的比较保守 但是大陆有些专家认为 它的截面机只有0.001平方公尺 但是这个数据是绝密的 我们现在还不能知道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F16V 碰上这样的飞机 只有先被人家抓到 也就是说 它老远就看到你F16V F16V看不到它 那如果它发射PT15中程飞弹的话 PT15中程飞弹 是可以打到200公里远的 那你起不在100公里之外 你就已经面对它的飞弹 F16V要开始闪躲了吗 你知道吗 就说你已经知道 Missile alarm 飞弹警告 那你就要开始做激动 就要跑了 你就要闪了 那我们的F16V到时候 就会沦为到这种局面的下场 所以说当然啦 那个飞行员的素质上面 我必须要不可惜的讲一句啊 我们的飞行员素质还是很好啦 但是中国也一直在提升 一直在进步 所以你说我们的F16V 它跟歼35 它不是同一个世代的战斗机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直白的讲一句 就是说 如果台湾在近年之内 不能能够拿到F35的话 那海峡两岸的军力 会有严重的倾斜 因为歼20的战略目标 不是对付我们台湾的 是对付美军 尤其是在关岛的F22中队 所以这个战略目标跟想定 以及战术分配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分开来讲的 所以到时候歼35 它才是我们F16V要烦恼的对象 不况我们现在F16V都还没有成军 等你成军的时候 殲35已经成军了 那F35咧 美国的 美国的F35 对上殲35A的话 对上殲35A 那就是在势均力敌 国众之间 为什么 因为不管怎么样 F35是成熟的系统 大家听得懂吗 F35已经服役10年了 里面的软体纠纷风波不断 但是美国不断在更新 所以这架飞机越来越贵 等到台湾在2035年以后 才能够拿到的时候 殲35早就已经制衡台海的局势了 所以不断落后 美国自己本身落后 拖着我们台湾也跟着一起落后 所以我们现在拿不到F35的话 那等到我们拿到的时候 航电系统全面落伍 要重新来过 而殲35到10年以后 航电系统一定不是现在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 在这几年之内 台湾空军跟美国就会发现说 天哪 这个军事越来越 越倒向了海峡的对岸 越来越压迫 对我们的压迫感会越来越大 然而我们最近不是要跟美国 说有下大单在买150亿的军火吗 其中没有包括F35 就被很多人痛骂 说应该要买F35 川普你要我们交保护费 对我们就应该要买这个东西 然后不卖给你啊 他说对不起 你排队排在第10个国家 因为前面有个国家 前面有9个国家 在等900架飞机还没给 我们怎么要得到呢 但是我只能告诉各位说 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所以像刚刚还有一个说 美国国防部的F35计划办公室 在今年的11月11号的退伍军人节 这个很扯啦 不是 这真的太扯了 这很扯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只要看一个地方就好了 来教各位看门道 他后面有两个 背后这两个代表双引擎 双引擎 双引擎代表 双引擎是什么 是歼35才有双引擎 美国的F35只有一个引擎 也就是一颗而已 不会有两颗 就是我们专家教你看 还有他的尾翼 这样子这么开的原因是歼35 F35是比较直 比较直 就从这两个 就马上可以看出来 那就是很明显的耶 不是你是F35办公室 计划办公室的高级 你们都是中位以上上位的少校军官 但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怎么可能把图给物质呢 你知道所以说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乌龙 就是说让人家觉得非常笑话 所以美国你不是只有松 这个真正的螺丝 你连这个图都可以搞错 我看你们真的要全面改进了 不然的话我跟你讲 被川普上来修理你们 你们有的桥 被马斯克裁掉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马斯克已经讲了 他的那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未来部 还是什么部 效率部 未来效率部 我要整整你们的效率 我要整整你们的效率 像这种效率 第一个就被马斯克干掉 那绝对不能发生在特斯拉的公司里面 像这样子的员工 像这样子的政策制定 像这样子的推特的表现 那完全不是不及格 你根本是小学生的程度 你怎么可以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看美国的这种情况 我有时候真的也是觉得非常的有趣 但是他不会停止的 除非川普有什么雷霆举动 好今天非常谢谢华干哥 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解析 今天晚上9点钟 我们持续正片见 以后有华干哥加入我们 拜拜 拜拜